这个油泵不能封锻 必须有油在里面一直润滑着才可以 要不然这个油泵就会坏掉 然后这就是一个电磁阀 这就是一个电磁阀 一般像你们看照片 那个电磁阀是 比如从这个油管出来电磁阀在这里 它这种就是小机器 小机器它配的这个型号的油泵 就是电磁阀是自带的 就是桑泰克的油泵 桑泰克它就是自带电磁阀的油泵 它这个电磁阀是一体的 所以就不需要单独在这里接一个电磁阀了 然后这个油泵 油从这里带上来 带上来之后 让这个油从这儿过来 从这儿过来 然后再往前走 往前走到油嘴里 可以把这个拆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